唉 我答應澄澄不要哭的 因為我一哭他就會很慌張 對 他很怕我哭 親愛的老公 我好想你 原本9月3號我們要一起回馬來西亞的家 在9月10號辦婚禮 以往都是我安排行程 這次我故意讓你全全安排 因為你是我的頭 我要順服你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排得很好 果然你安排得超棒的 我們的行事裡寫得仔仔細細 清清楚楚 我們滿心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因為疫情我們已經三年多沒有回馬來西亞的家 今天我穿的 就是你買給我的衣服 我們準備要回去馬來西亞蜜月的時候穿的 我就當做今天也是跟你在辦婚禮喔 這幾天其實用文字無法形容我的悲傷 無法相信 用生命在愛我的你 怎麼捨得讓我這樣傷心難過 你不是說我們要生一個孩子嗎 你不是說要買跟教會很近的房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接待人到家裡嗎 我不敢聽你的歌 不敢看新聞 不敢看手機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只想去找你 我不停不停不停地哭 我跟神說主啊我撐不住 求你瘋狂地安慰我 果然神就開始透過各種管道讓我知道 你已經在神的身邊非常榮耀非常美好 而且貼心溫暖的你並沒有離開 甚至在大地摩根祷告的時候給他意念 叫他特別跟我說 童童你千萬不能做傻事 以為是去找你 其實那才是永別 要我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的為主而活 將來我們就會再見面 這就是你愛成 全心全意地愛著我的愛成 回想這十一年 我們真的 一起經歷了好多高山低谷 從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你吃得胖嘟嘟的 大家都不看好我們 用很難聽的話說你 我拼死命地維護我愛的你 到處跟網友比戰 而愛唱歌的你 讓我也闖進了你的歌唱生涯 跟你一起組樂團 站在你的身後 成為你的鍵盤手 就算在偏僻的地方 我也會提前為你 準備好你要吃的牛排 因為我就是好喜歡 好喜歡你唱歌會發光的樣子 只要在你身邊為你彈琴 看你唱歌 聽你搞笑 我都覺得好滿足 人生不在乎長短 只在乎精彩 短短四十年 你真的活得很精彩 六歲就無視之通會彈鋼琴 之後參加歌唱比賽 爸爸媽媽都陪她去 都拿第一名 她常常做見證的時候 常說一句話 我的獎盃比媽媽的鍋碗瓢盆還要多 之後來到台灣流浪西門町 超級偶像冠軍 新兵日記 到兩百多間教會做見證 做愛樂莎 八七月團主唱 愛吃鬼直播 愛自己肉粽 還有衣服醬鍋燒 馬來西亞的酒 金城兄妹神國大樂 一直到兩年前 她做了王童的老公 因為你在禱告中 神聽到神叫我們七月七號去結婚 從那天開始我們的七七傳奇就沒有停過 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依然在做主公 如今你成了一粒麥子 落在地裡死了 不停地結出子弟來 你榮耀的時刻是十點十分 我仔細地意會後才發現 其實那也是七 以後我拍照都會比將喔 現在我不再單單只有悲傷 而是悲傷跟平安並存著 這一切真的是超乎想像 你的愛成了 不管你遇到誰就是拼命的傳福音 因為你知道你六年前是被神救回來的 所以我會成為你生命的延續 你放心有耶穌的愛 有教會家人和我家人的陪伴 還有民視公司的每一位 這麼愛我的長官同事們 我永遠會是上帝的寶貝女兒 你美麗的最愛老婆 夫妻本是一體 我們現在更是合而為一 我會將我們的七七傳奇繼續下去 能嫁給你真的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決定 有一種愛情 叫做愛成王童 我愛你 是我對他說的 他對我說 我與你同在 來 這張圖本來是我打算要回馬來西亞前給他的驚喜 上面的字要應該本來是 9月10號洗帖的資訊 但我如今把它變成這樣 成為我們永恆的紀念 今天我要 也許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次 但是我想跟你再合作一首歌 就是郭文老師剛剛說的 我在這裡 是你寫給我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